南瓜和五花肉一起烧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南瓜融合了肉的香味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非常感谢 从路边摘回来一个南瓜 回来以后呢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用小刀在它头顶上挖一个盖子 五四瓶钟这样操作 大家看一下 很顺利的就给它取出来了 然后用勺子挖空里面的 瓜子 嫌浪费的也可以把瓜子清洗干净 然后晒干 再给它炒熟 也是非常美味的 再次把南瓜清洗干净 往里面抹一点盐 给南瓜增加一点底味 然后放入蒸锅 蒸40分钟左右 18块钱买了一条五花肉 然后给它改刀 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 放入锅中给它焯水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料酒去腥 做红烧肉 少不了的生姜 我们切一点 再来两条小葱 给它切断 放入碗中备用 往里面加入一个八角 一片香叶放在一起 这边的猪肉烧开以后 煮一到两分钟左右 然后到处给它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备用 重新起火热锅 锅肉以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晃动锅子 让油润满锅壁 下入超过水的五花肉 给它爆香 用中小火给它煸炒 炒出香味 炒出多余的油脂 吃着才不会太油腻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生姜葱 八角香叶 继续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几颗冰糖 继续给它煸炒几下 这一步不是熬糖色 所以不需要炒得太老 简单煸炒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下入适量的老抽 增加颜色 想要红烧肉好吃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一定要在放水之前放老抽 加入稍微多一些料酒 然后才能加入清水 水稍微多一点 因为后面我们要保留点汤汁 让南瓜吸收 加入一勺盐 增加底味 加入适量生抽酱油 体味增鲜 加盖 给它炖煮40分钟左右 这边南瓜已经完全成熟 打开盖子 明显感觉到特别软糯 而且一股南瓜的清香味 给它取出 把里面的水倒掉 放入盘中 这边的红烧肉也好了 刚才我家小朋友 偷偷往里面加了两个鸡蛋 把里面的生姜葱取出 然后先把卤蛋 装入南瓜肚子里面 剩下的红烧肉 我们转大火 把汤汁收得略微浓稠一些 但是也不能收得太干 要保留一点汤汁 让南瓜充分吸收 这样吃的南瓜才有味道 更香 最后把红烧肉卤汁 倒进去 让南瓜更有味道 今天这道南瓜焖五花肉 制作完成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谱教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